AZ混打BNT由普 陈志忠松口第十三轮开放预约 下个月或是说第十三期 我们可能会依据到货的时程 那规划AZ加上MRNA的混打 第十二轮疫苗打到十一月三号 第十三轮最快十一月三号后衔接 打AZ满十周以上开放混打BNT 将不分年龄 量购就会全开 指挥中心也公布十月二十号疫苗后死亡 新增十二人 跟AZ有关有八件 穆德纳有三件 BNT有一件 AZ疫苗接种后发生死亡的不良事件 那年龄是二十三岁到八十九岁时间 台中一天内公布五例死亡 最年轻是二十三岁女性 没有疾病史 九月十号施打第一剂AZ疫苗 九月二十九号发现没有呼吸心跳 法医十月七号解剖死因是两肺水肿 又心事扩张 新肺是假什么油啊所造成的 因为会水肿大部分真的是要有重途 最新统计疫苗后死亡有九百二十五例 提出受害救济首波鉴定结果出炉 五例有死亡通报的 那这已经我们已经鉴定完了 那是无关 九百二十五例疫苗后死亡个案 AZ六百八十五例 莫德纳两百零五例 高端二十七例 BNT八例 死亡和疫苗有没有关联 得靠专家理清 三地新闻王城伟参谋真 台报道